今天晚上會到問你一個題目 董建華公開評論 特區施政合理嗎? 觀眾可用搖恐氣來到金仔投票 紅色合情合理 綠色做法有爭議 藍色不能接受 黃色就不會判斷了 問題結果會在明天的節目 跟大家一起討論和分析 昨天提到香港需要大規模輸入外地的專才 有必至需要的只有4% 個別行業需要19% 需要性不大22% 沒有需要55% 很容易理解 個別行業似乎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有些 即是你說建造業 其實建造業的範圍是很大的 因為建造業有很多不同的分工 很多不同的 你沒理由需要紮鐵 你進入一些雜工 這樣雜工就沒有錯配 所以一定是要對證一下 我們真的沒有哪些要做 有的事譬如護理行業來說 我們經常都見到 我們都知道 我有很多關係的 NGO那些 護理安老院那些 真的很多朋友 經營者都說一說 真的難聘人 因為那個都挺厭戶性行業 而且其實 雞君結底就是 人工低 所以低的話 我們是滯後了 人工 在這十年裏面 那些物價飆升得很重要 總之九七之後 大家都明白 你明白嗎 但是那個工種 人工 都是相應調整得很少 以前是足夠的 以前都說 我賺了這麼多錢的話 我做這些 除了有愛心之外 都要說 bread and butter 都要說吃飯 當然 如果同樣 這樣的價錢的話 我可以做其他東西的話 一定是 選一份舒服一點的工作 就不會選一份厭惡性的工作 人必是這樣 你不是聖人 就算聖人都會這樣選 對嗎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社會要明白到 有些工種 我們應該有所謂 Hardship Alliance 就是有些厭惡性 或者困難度高 應該是給這些 我們也明白的 但是政府在施政報告當中 也說到優化這個專才計劃 雖然昨天局長也發現 那個list 譬如輸入專才行業 就不是真的 但是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那些是流傳的 沒錯 但是有很多國行的 社工也有 律師也有 廚師也有 建築師等等 那些全部 音樂人都有 那會不會有一種 爭個飯食的感覺 其實 任何人 我當然希望 不要有人爭個飯食 即使你說 研究像外國那樣 移民機制 咦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這樣做 有沒有做過什麼研究 是真的需要這些行業的人 你做研究 或者數字上 是 就是用來解釋你想做這件事 是 當然做研究的時間 就是 經常都是這樣 我會有取向性的 嗯 那個研究究竟是否真正 那麼說服力呢 是 打一個疑問 但是我們去到一個 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如果 民不聊生 或者我們自己做的行業 都不欣賞那行業的話 你再加入一些東西 其實解決到沒有問題 是 我們經常都說 獨樂樂 不如眾樂樂 如果你做一個政府 如果你們自己 30萬人工 你們自己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自己開心的 但是問題是我們 那些 那些 N無人士的話 我就覺得很慘的 是 是不是 我不理會你去聽唱歌 我不理會你去打獵 但問題是 我吃都不能吃 是 我連基本的生活 我養父母 我養子女都養不到的話 你叫我怎樣可以支持你的政策呢 是 當然是明白了 但是你知道 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生活在同一個空間 要去明白才是重要的 要不然是平行時空 就很難搞的了 是 所以要解釋一下政府這件事 就是希望他們是要 真的不要脫節 不要落地 是的 談到這裏 明天九點半鐘再見 拜拜